在生命点时放上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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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军人也好 学生也好 社会人士也好 监狱也好 这个世间只要有一个友情 特别是人 他还不懂得佛法 那我们要用尽各种方法 所以祈求佛菩萨的加持 让他们呢 都能够跟我们一样 有听闻佛法的机会 进一步呢 开始修行 断恶 修善 用各种方法 我们的心要跟佛的心一样 佛菩萨的心态 就是一种怨 怨众生 故意伤保 解脱轮回 发菩提心等等 所以这个叫正念 但是如果想到我们自己 那就是一个贪嗔痴 烦恼 担忧 放不下 当然就算自己身体生病一样 你觉得他痛 他就给你烦恼 但是透过这个病 痛 世间的种种的不顺利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对因果的深信 和更虔诚的忏悔 所以 当然在忏悔的过程 不希望自己再如此痛苦 那当然那你要消除这个痛苦的因 那叫处理心 就希望自己不要再我贪嗔痴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一样的烦恼 造成不一样的病 也造成不一样的境界 就算有这个冤心在住 他也要趁着你的念头这个因缘 那么他可以成熟了 成熟到这种报复 制造这个业力发生了 就像你在开车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很专心保持正念 可能不容易 今天你刚好起了分别心 贪嗔痴 造了一个业 我想就像各位来参加共修 那我想我们共修的主题就是修正我们的心态 修正我们的行为 就像刚刚我们念无方佛一样 祈求我们没有无毒烦恼 坦嗔痴慢疑 祈求我们有诸佛菩萨的圆满的五种智慧 所以这是我们的方向 所以一定要告诉自己如何一直保持如此 当然最好的方法是我们按照经典所说的 去思维 去实践 就像《地藏经》 各位的文言 《佑氏经》 《普门品》 甚至《妙华丽华经》 《华严经》 他就告诉我们按照这样去做 最简最容易的各位都背得心经 一波罗波罗密多故 心无挂碍 那我现在心里有烦恼 那一定我离开了智慧的关照 什么叫智慧的关照 万法都是 听一下 无常苦空无我 空无自信 对 但是你觉得有一个我在被称赞 有一个高 有一个低 我在被侮辱 我在生病 所以等等等等 那这些都是我们要告诉自己的 天气会变得很热 不然等下讲一番冷气的